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13号发布报告 说北赶今年可能恢复核事 逼迫总统拜登政府进入对话 此外报告也提及伊朗核计划 预料到德黑兰将把浓缩又纯度提高到60% 根据菲律宾当局周二发布的声明 菲律宾外交部周一感见召见中共驻飞大使黄熙莲 以表达菲律宾对中国船只持续停留在南中国海 有争议水域的极度不满 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日前在推特发文警告 土耳其政治人物不得干涉新疆事物 土耳其外交部随即召见中共大使 安卡拉市府还在中共大使馆前挖坑 近期还收到提案 要求将中共大使馆所在的街道名称改名为图决街 已经提交安卡拉市府会议审议 美国海军在2019年7月 有人员拍到一群飞行物 有四艘驱逐舰头上乱飞 近日美国海军一个调查小组的调查资讯显示 五角大厦承认 一艘驱逐舰在夜间确实拍摄到了 神秘的球状基字塔状的发光飞行物 让人怀疑是不是来自外星的UFO 新唐人演的电视整理报道